来 工团的石头到了 那不是我偷懒啊 有大把的人 只是厂长他经验比较丰富 这里是有两份石头的 主要是这一份 他这里花是通过来的 这个石头种这么好 有颜色的地方 那天开车回来的时候 我在路上说怎么来的 心想事成 确实是被我种了 这一份可用的范围 它就比较大 这样这个是要改横切面 它这个就不需要改横切面 哇 你看 这个肿水 我当初看一面 马上就被它吸引住了 这个卡一下有多少 24 把它两刀三片 这个切出来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怎么切 诶 不对哦 这个有手桌吗 我说这样子看应该是 这个手桌应该是有概率的 就是没有红好的位置嘛 那这样子就叫它做一片像切出来 看这条线跑到哪里去 这边做没有 这边像切出来再看 哦 给它看着 没什么 嗯 给它行不下去 主要是总好 这边了解就是没有颜色的地方 它都可以用 这一块要来剥索纸 可能就要改这个横切面 但改横切面 这条裂不明朗啊 它有可能是这样子 也有可能是这样子 你准备 你准备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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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 要不干脆就顺着这个射的地方 不要伤到 这里有大键留着 所以一刀先把它砍下去 按着这条线这样砍就可以了 有没有意见 没意见 就这样 这个我建议是先 不要切切 主要开片就好 不是暂时先不要切 我把那个中间的位置 拿去放一片出来 那一片我们看一下效果怎么做 做完之后再来切 因为现在我们放 它就收不回来了 点出一些效果出来 怎么样 因为我们中间有一片嘛 已经是微切了 OK 这是这份料子的另外一砖 从屁股里面放出来了 放出来它的色是穿过来的 这里 一直穿到这里来 但是它是斜的 其实我们这种料子就是 它的水路也好 还是它的筋也好 叶斜也好 你看嘛 这里是斜过来 它斜过来代表什么呢 一整片 这个等一下研究一下怎么切 这个视频如果这些石头全部切好 太长了 这些就暂时先不切 这些从哪里来呢 从中间那一片 还有就是这里的 这个位置上 后面还有一个屁股 后面这个屁股这里有一片薄薄的 这些你在视频里面都可以看得到 然后这些大体是做什么呢 在这里做界面的 它这个界面做出来 它很奇怪 你看着这里 是不是有一条鹿子那样的 但是做好了之后 它整个就像这样子一样 整个把它划开了 因为它是种水好 把色给划了 这些就交给它太湖 葫芦瓜果它自己挑 哇 今天这个阳光好 我们这份材料不怕阳光 我一直都说 在阳光底下展示这个成品 就是最丑的那一面 我告诉你们 这份料子总共分了三个视频 第一份平平无奇 先剧透一下 第二份大放异彩 第三份呢 还在切还不知道啊 色稍微淡了一点点 这么大颗的南界 要是这个色能够深一点点 发大财了 但是还是那么一句话 第一份平平无奇 在亦算之中 有一点想不到的就是这份料子 做一专进总跑色 没不没 没 第二个视频才是真正的经验 谁不信任 不信任 我们快速按下 我们快速按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